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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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兰 你醒了 林大哥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 扶生哥呢 你放心 扶生已经被救出来了 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人无大碍 那我去看看他 兰兰 医生说了 你现在伤还没有好 不能随便走动 我没事的 林大哥 你带我去看看他吧 林大哥 好 哥 你慢点吃 慢点吃 我 慢点吃 饿死我了 还要吗 天鹰醒了吗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会去看看呀 许少爷在那儿陪着天鹰姑娘呢 她不会有事的 附生哥 附生哥 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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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喂 喂 喂 我虽然现在伤得不是很严重 但是 我可喘不过气来了 我不 我不想再离开你了 离开你什么呀 我这不是好好在这儿呢吗 附生 你这一失踪 可把我们担心坏了 大哥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为我担心了 你这是怎么弄的呀 艾巫 要不我给你包个橙子吃吧 补充威士 你 哥 那既然大小姐来了 我现在就去看天鹰姑娘 醒没醒吧 你那么担心她 刚才一醒来 就问她现在醒没醒啊 我现在就 我 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臭阿福 你太欺负人了你 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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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把 昨天晚上我们去找你的路上 山上滚起来的石头 拦住了我们的路 拦了不顾大雨 下车搬石头 最后头都磕到石头上了 流了好多血 我劝她回来 怎么也不肯 非要找到你 最后是晕了过去 我才把她弄回来的 这刚一醒 就让人过来要看你 我先过去看看她 你这个脑子 死阿福 臭阿福 大坏蛋 干脱死在山洞里算了 天一天 又是你 又没有你的话 就没那么多事了 气死我了 臭阿福 死阿福 臭阿福 林大哥 你伤还没好 再晕倒怎么办 那不都怪那个臭阿福啊 是 是附生不对 我已经说过他了 兰兰 你已经一天一夜 没怎么休息了 我送你回去 那 那福生哥怎么办 他都大坏蛋了 臭阿福了 你还惦记他 哥 大小姐都不知道去哪了 你上哪儿跟他道歉啊 兰兰 大小姐 你舒适夜干吗乱跑 大小姐 哥知道你给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心里特别愧疚 这不赶紧来找你道歉来了 这轮得到你说话 还疼不疼 本来也没什么事 谢谢啊 谢谢你为我做那么多事 你不用谢我 我洪篮想做的事想救的人 就一定会做到 如果我不想管了 你一万句谢谢都没有用 不过 你只要想谢我的话 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出院以后到我家去住 直到康复 不行 那可不行 我哪能跟一傅住一块啊 这 这要是被家里兄弟知道了 我以后还怎么会啊 谁敢说你啊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我 傅生 这次你就听兰兰的吧 不行 大哥 我真的不行 你听我说 你现在有伤在身 回到美高美 也没有人照顾你 再说 上次行刺的凶手也没有找到 住在这儿也不安全 你去洪家住一阵子 这样我们都安心 万一凶手 再有什么动作的话 也许还会有意外收获 对 林大哥说的句句在里 行 那既然这样 那好吧 但我时间说好了 等我手上的商议好 我马上就得回美高美 好 好了 傅生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我送兰兰回去 好 不不不 我留在这儿陪你 你赶紧回去休息行不行 你说你要是到时候病倒了 我住你们家去 谁来照顾我呀 是吧 也对啊 也对啊 好了 我们走了 好好好 走吧 那我走了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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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走了 再见 再见 哥 那咱回去吧 天鹰房间住哪儿 天鹰 哥 哥 你别乱跑啊 咱们回去休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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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 这 病房里的病人呢 你是说跟你一起住进来的 那个小姐吗 对啊 她已经出院了 出院了 许先生接走的 哥 既然天鹰姑娘已经出院了 那就是没事了 你别乱跑了 咱们回去吧 兰兰 你说叫你这么个大小姐 帮我收拾东西 我多不好意思啊 你就别操心了 从今天开始呢 你的行动支配权 就交给我了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我不让你做什么 你就不要做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 我的行动支配权 就归你管啊 我只是同意去你家 住几天而已 你答应要感谢我的呀 这就当做是谢礼了 好好好 都挺你的的 看起来 恢复得不错 要出院了吗 你怎么穿这一身啊 一言难尽 他呀 他呀 为了救天鹰 答应了他老爸的条件 放弃做医生当警察 所以那天 才会有那么多警察 去搜山救你吗 许帅爷来了 哥 大小姐 车都安排好了 咱们随时可以走了 行 那我去办出院手续了 你们赶紧下来啊 给 好 行程 我在山洞里的时候 我 我以为我快死了 所以我就跟婷姻说 我喜欢他 你不会真的打算一直穿这一身吧 没办法 要不是这样的话 我爸根本就不会帮我 反正现在帮也帮了 我跟天鹰也没事了 你就跟他说 说你不干 哪有这么容易啊 说不干就不干 你不是一直离产就是当医生吗 你最讨厌的就是警察了 那 你现在放弃自己的理想 你甘心吗 反正 现在你们两个都安全了 就够了 我也才烦呢 天鹰现在根本就不想理我 因为你现在是警察了 许一诚 我跟你之间的比赛 我虽然想赢 但我不想赢得不光彩 你可以去告诉天鹰 你告诉他你当警察是为了什么 他不就知道了吗 这件事 就别再提了 我不想增加他的负担 罗浮生 帮我保密 现在不错 那么看来我们现在 只有重新回到旗跑线了 各自加油 没有 怎么会 有 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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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吧 哥 罗伏生现在从医院 搬到了红正宝家 咱们要再想下手的话 可就麻烦了 你说怎么办吧 先不要打草惊蛇 红正宝这个老狐狸 再下一盘棋 守株待兔 他等着我们上当 罗伏生先不管他 对了 城隍庙那条街 原来是罗伏生掌管吧 对 他现在住在红正宝的别墅里 去给他们制造混乱 让罗伏生不务正义 盘龙夫凤的名头 在红家坐实 明白了 我就办 住在那儿 벌써